中国一汽全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一家成立于1997年的国产老牌汽车 并且是中国轿车制造业第一家股份制上市公司 可是近年来它的口碑越来越低了 这两年一汽也是正值多事直秋啊 红旗靠抄袭夏里半腾 夏里奔腾半死不活 一汽还能撑多久 虽然这可能是某些网友 夸张消极的说法 但是还是有不少人不再看好一汽了 抱着观望的态度准备看着一汽的垮台 一汽品牌旗下有19个在售车系 总的来说分为三大类 可以分为商务车系列 乘用车系列和红旗系列 本来一汽是准备大刀阔斧改革的 可是近两年来被许多负面新闻缠身 首当其冲的就是红旗抄袭事件 本来一汽宣告着要将红旗 推向高端汽车品牌系列走向 才野心勃勃雄心壮志的推出红旗H5 没多久就传出来红旗套用马自达阿特兹的平台 一波未平一波右起 奔腾作为一汽销量较好的品牌系列 频频被爆出质量问题 还出现了车辆需要召回的情况 而作为我们比较熟悉的夏立系列 近年来也一直是处于亏损状态 眼看着就要退出大众的视野了 这一件件一撞撞 无一不是对一个汽车品牌 一个做生意的集团来说 是一次又一次重大打击 事关自己品牌的声誉和销量 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对于现在的局面来说 也是一言难尽 如果继续这样 等待他们的将是一段又一段的下坡路 也希望他们能以此为界 重新振作起来 完成自己当初的报复